這是什麼聲音 還有這個 古井搖水聲 平常不容易聽到的聲音 快要消失了 卻有人花盡心力 要聽見台灣 李百雯是一位承銀師 走遍全台200多個鄉鎮 只為了收集大自然的聲音 大地的聲音 一隻蹦桿 一個錄音機和一副耳機 他就這樣騎著機車 反倒收音 傳說這種一個樂器 當然其中也有辛苦的地方 事情是本來就很辛苦 因為就是一個人 要做一個團隊的事情 沒有經費 就是因為都是 用自己口袋裡的錢 然後而且騎機車 就比較可以聽到 比較可以聽到聲音這樣子 因為如果在車子裡面 會比較隔閡 雖然身上有的錢不多 但這些聲音 卻是無比珍貴 快要消失的聲音 能怎麼保存 你怎麼來 你騎著 他選擇用錄音來收藏 用工藝來傳播 送給視障朋友們 讓他們就像親自走過 這些地方一般 體會納醉 真實的感受 一起聽見台灣 記者韓志昕 台中報導 早安 停止 再次 開始 開始